首尔快要进入雨季了 电视台主播秀珍听到这个消息 更是喜出望外 因为秀珍的男友季宇是一名消防员 平日里在火场出生如死 所以秀珍最讨厌干燥的天气 说起来 秀珍和男友的相识 是源于多年前的一场大火 季宇冲进火海救出了秀珍的妹妹秀恩 两人就此相识 坠入爱河 妹妹秀恩也十分支持两人的恋情 只是大火过后 秀恩的脸被大火灼伤 双耳也失聪了 为了照顾妹妹 秀珍就这样学会了手语 成为电视台的手语播音员 秀恩生日这天 秀珍和姬宇一起去超市买东西 姬宇顺口称呼了秀恩一生小姨子 秀珍却气得不行 说她还没求婚 不能瞎叫 两人就这么笑着闹着走出了超市 只剩下收音员舒贤 落寞地望着这恩爱的一对 书贤已经和男友何希 谈了三年的恋爱 何希没有固定工作 一直靠给拳击场里的选手们 充当人肉沙包 混口饭吃 信用卡也偷吃了好几个 三年过去了 两人的生活 仍旧没有太大的好转 就像一书写的 一个人可以哀穷 两个人就不行了 因为会忍不住 把自己的穷都怪罪给他 书贤害怕 如果继续这段感情 也将看不到一点未来的希望 便准备和何希分手 学校里 男孩灰灿的妈妈朱蓉 因为忙于工作 而积劳成疾 爸爸软弱无能 连车都不会开 一家三口全靠妈妈养活 这天早晨 妈妈被一阵剧烈的疼痛轻扰 险些出了车祸 可即使是这样 灰灿却还是越来越不喜欢妈妈 因为妈妈永远在工作 陪伴她的时间太少了 游乐园里 扮成布娃娃的秀恩 被其他玩偶们 戏称为白雪公主 而其他七个白色玩偶 则自称为七个小矮人 沉默的秀恩 与小矮人们 因为工作机缘 成了很好的朋友 不久后 属于秀恩的爱情 也悄悄来临 等到姐姐秀珍 和未来姐夫 寄予问题时 秀恩羞涩地 打开了手机相册 里面是年轻画家 尚宇的照片 那男孩笑容温和 十分阳光 发现这个可爱的布娃娃 总是围绕在自己身边后 尚宇也对她 头套下的真容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便主动提出 要为她画像 但秀恩却不愿露出真容 害怕尚宇发现 她那不会说话的嘴巴 以及被过灼伤的脸颊后 会对她产生厌恶 所以为了证明 自己的确是女孩子 秀恩不得不展示了 自己的长发 眉腿 甚至那衣带 而尚宇见她 还是不肯扎下头套 并又打趣说 你是不是长得很丑啊 听到这里 秀恩扭头就要走 七个小软人也跃跃欲试 准备把尚宇碰揍一顿 尚宇这才学乖了 老老实实画了一张 戴着头套的画像 画完后 秀恩开心地抱住了尚宇 心想 这小子真是可爱 第一边 姐姐秀珍 却在收到男友 寄予的讯息后 紧张地来到空中餐厅 准备等待她的求婚 不成想 寄予的戒指 在消防局丢失了 她找来找去 也没找到 秀珍所在的空中餐厅 却出现了火情 她等来等去 也没等到男友的身影 便气愤地离开了 医院里 朱荣慈爱地望着儿子灰灿 请她每天都要带着日记 来看望她 好让她在生病的日子里 多了解儿子的生活 然而医生 却在对朱荣进行诊断后发现 她已经离化癌症 时日无多 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一个女人拦住了 刚被书嫌甩掉的何希 请她帮忙 给自己的男友打个电话 通知她两人就此分手 或许是同命相连的缘故 何希不仅传打了分手的消息 还好好安慰了一下 电话那头的男人 事成以后 女人带着感谢 塞给了何希一叠钞票 何希大为惊讶 原来帮人分手还能赚钱吗 于是 何希一回家 便自己创办了一个网站 叫做分手事务所 专门有偿帮助那些 无法对另一半 亲自提出分手的人们 开张后 事务所果然收到了不少订单 一个晴朗的下午 画家尚宇又遇到了布娃娃秀恩 她再次好奇地 想要摘掉秀恩的头套 却不小心把秀恩吓跑了 晚上 两人在公交车偶遇 秀恩认出了尚宇 尚宇却没有认出她 这仍旧是一场 只属于秀恩的暗恋 而另一边 独自在家的灰灿 也发现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事实 自己的出生 竟然是父母 不慎引发的一个意外 当初爸爸还执意 要打掉这个孩子 是妈妈坚持将她生了下来 只是妈妈 更希望能够生一个女孩 但灰灿 却是个儿子 看到妈妈在日记中 写灰灿小时候生病时 她内心经历的煎熬时 小小的灰灿 也流下了眼泪 宁愿是自己替代妈妈生病 可当 妈妈听到她这个提议时 却狠狠地 扇了她一个耳光 不许她再说这样的丧气话 说好的雨季迟迟没有来 朽珍却在一次播报中 偶然听到了两名消防员 在救火时 受了重伤的消息 她生怕际遇 也在受伤的两人之中 便连忙赶到了医院 在那里 她见到了病房外 灰头土脸的际遇 这才放下心来 可这一次 朽珍却再也无法忍受 一次次担心 失去挚爱的心痛 她带着哭声 恳求着际遇 求她 不要在救火时 那么勇猛 不要不顾一切地 朝着火海冲刺 求她稍微顾及一下 自己的生命 顾及一下 自己爱的人 然而 话还没说完 警报声却再次响起 催促着际遇 前去执行任务 责任当前 际遇只得暂时告别秀珍 匆匆离去 十夜里 孤单的辉灿 遇到了孤单的何熙 何熙刚刚与舒贤 又见了一面 请求她周六时 与她重逢 再给她一次 证明自己的机会 而辉灿刚刚离开 妈妈的病床 心情也十分愉解 见到这个不开心的小人 何熙便塞给了她一张 分手事务所的名片 让她需要帮助时 就联系自己 另一头 结束完任务的姬雨 也来到秀珍家 向她道歉 但秀珍却没有原谅她 连房门都没给她开 姬雨离开后 秀恩劝告姐姐 让她在能够 与心爱的人相拥相恋时 多表达自己的爱意 而不是一直斗气 想想零一句 我爱你 都无法用言语 好好诉说的秀恩 秀珍应该珍惜自己 在这世上的幸运 听到这里 秀珍终于走出房门 告诉妹妹 自己之所以 想要让寄予求婚 是希望她能够 多一些牵挂的东西 这样在冲入火海时 就能够三思而互行 对火产生一点恐惧 学校里 辉珍询问坐在自己 前面的双马尾女孩 什么是癌症 女孩的父亲就是医生 便坦白告诉辉珍 癌症是一种很可怕的病 一旦得了 几乎都要离开人世 听到这里 辉珍气愤极了 便拽了一下 小女孩的辫子 随后跑出了教室 放学后 辉珍却惊讶地发现 妈妈就像她在日记中 期盼的那样 亲自来到了学校门口 像其他父母一样 帮忙指挥着交通 辉珍一蹦一跳地 跑到妈妈面前问 你的病好了吗 妈妈也开心地回答说 是啊 妈妈的病好了 于是 兴高采烈的辉珍 又跑回马路对面 再次拽了一下 小女孩的辫子 又开心地 跑回了妈妈身边 忙碌的一周 终于过去了 何希最近碰到了 许多难缠的 被分手人 甚至挨了不少 全打小踢 但为了能够 给舒贤更好的生活 她都一一忍耐了下来 终于到了周六 见面的日子 何希却仍是 姗姗来迟 看着坐在对面的舒贤 她终于明了 对方还是想要分手 可何希却不愿 这么快接受现实 而是打断了舒贤的话 不让她宣布 分手的消息 游乐园里 画家尚宇凭借想象 画出了许多 有关秀恩的画作 随后 变累地睡着了 秀恩安静地坐在一旁 翻看着这些画 等到尚宇醒来时 她却又从容地 戴上了头套 通过狭隘人们 打听来的消息 秀恩得知 尚宇就要出国游学了 她明白 离别前 一定要和尚宇见个面 便回家找出了 姐姐的裙子和化妆品 想要通过化妆和打扮 直干脸上的伤疤 可惜 秀恩这个新手化妆师 技术太差 妆容也化得过于浓艳 还是姐姐秀珍出马 才帮她化了一个 简单干净的妆容 最后 秀恩来到尚宇面前 请她帮自己 画一张真正的画像 见到这么美丽的秀恩 尚宇也开心极了 可秀恩却明白 脸上没有伤痕的自己 并不是真正的自己 于是 她推去妆容 扎起头发 请尚宇再为她画一张像 还用手语和手机的配合 告诉了尚宇自己的名字 尚宇这才明白 秀恩是个听不见 语言能力 也基本丧失的女孩 这次画完后 她带着心痛告诉秀恩 自己就要出国游学了 秀恩心中也早已做好了准备 便将布娃娃的头套 戴在上语头上 轻轻地抱住了她 用着无言的沉默 劝告她 不必再说离别的话语 就让相遇的美好 来弥补分离的缺憾吧 一瞬间 游乐园中的灯光依次亮起 映出了一个充满童真的乐园 另一边 何希也收到了一则特殊的分手办理 申请人正是书嫌 而被分手人则是何希 分手原因定有新欢 于是 何希最后一次 来到书嫌工作的超市门前 对着玻璃上自己的幻影 传达了分手的消息 请她照顾好自己 也祝书嫌能够幸福 随后 何希最后一次将伞 为书嫌留在门口 自己则淋雨回了家 也是那个晚上 灰灿的妈妈进入病危状态 因为病痛的折磨 而在床上痛苦的呻吟着 望着这样的妈妈 灰灿心都碎了 大哭一场后 她联系了何希 请她帮忙替自己与妈妈分手 还请何希 交给妈妈一幅自己画的画 画上的妈妈带着快乐的笑容 灰灿告诉妈妈 我很爱你 请不要担心 无论未来如何 她都会好好长大 也会继续用日记记录生活 而彼时的何希 也重准备关闭分手事务所 便将灰灿的申请 作为最后一个订单 完成这个任务 听完儿子的告白 妈妈感动极了 用虚弱的声音 请求何希 帮忙告诉儿子 谢谢她 为她做的一切 大雨落下之前 也成了秀珍永世所爱的时刻 那天下午 季宇终于找到了那枚丢失的戒指 便等候在秀珍下班途中 准备向她求婚 当她发现 秀珍正急着要去播报晚间新闻时 便不忍打扰 只约定晚点与她在空中餐厅会面 秀珍料想到这一定是场求婚宴 便开心地答应了 可到了晚间新闻时 季宇却再次接到了火灾警报 想到秀珍还有一段时间才能赶来 她便暂时离开了空中餐厅 赶赴火场支援 遗憾的是 这一次 她再也没能回来 而正在播报晚间新闻的秀珍 突然发现 紧急插播中 出现了男友在火场训职的消息 当场崩溃 第二天 消防局的同事们通知了秀珍 请她来领取 寄予的遗物 在那里 秀珍发现了寄予 正准备拿来向她求婚的戒指 以及朋友们拍摄的两人 在云梯上的合照 但更重要的是 是消防局为她带来的 最后一段珍贵录像 那是寄予牺牲前 通过火场摄像头 向秀珍传递的最后信息 望着她在被大火吞噬前 努力用手语拼出的 我爱你 秀珍泪如雨下 连忙回应道 我也爱你 伴着秀珍痛苦的出气声 寄予慢慢地倒在火海中 再也没有起身 悲伤的故事 在平行的时间方系中 讲述了四个截然不同 却十分伤感的故事 女主播秀珍 与消防员男友寄予 正准备踏入婚姻的殿堂 却在一瞬间 天人永隔 空于思念 秀珍的妹妹秀恩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面对心爱的人 却也不得不接受 已经注定的离别 分手事无所的何夕 帮人分了那么多次手 却没能挽回自己想要留住的人 年幼的灰灿 终于懂得了妈妈对她深深的爱 却又不得不接受妈妈 将不久于人世的事实 悲伤的电影里 都是悲伤的故事 但在这悲伤的背后 却是深深的爱 正将是喜结莲礼 怎奈天灾人祸 不遂愿 终究是棒打鸳鸯 一场空 恰逢这相遇恨晚 怎奈离仇别续 亲入场 终究是天涯两阁 有情人 可算是破镜重圆 怎奈情意已断 人难在 终究是心欢旧爱 不能重 使叛得母慈子孝 怎奈阳寿已尽 风不止 终究人 黑发人 送白发人 哀慕过于心死 心若死去 悲伤变成了无尽的深渊 上一探头 就是万劫不复 眼泪中送别的 是我们爱过 又失去的人 也是早已写好 却无能为力的命运 故事配老酒 明昭在聚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 在诗中的风景里的诗中的风景里